每個人都有他的相信 但問題是,誰相信所信的東西 你究竟是信任何人所信的呢? 你是否信馬丁路德所信的人? 你是否信保羅所信? 還是你是否信任何人所信的? 你是否信任何人所信的? 每個人都有所信的 但問題是,哪個人所信的信念 你一定會覺得可以相信的 我相信你能夠相信的那一個 就是耶穌基督所信的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就是 耶穌基督所信的,你也一定可以相信的 如果耶穌基督所信的,你也應該相信 是嗎?這件事是最信任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What Jesus Belief的耶穌信任何人 這人很奇怪 耶穌不是上帝,上帝也有信 其實祂也是的 但祂也有做回一個人的本分 他也是一個信的 為甚麼呢? 這裡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很有趣的 馬福音9章19節 耶穌說 愛 不信世代我 我盡你們者女 遇到何時呢? 究竟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是耶穌在山上 我忍耐你們者女 要到何時呢? 我忍耐你們者女 要到何時呢? 我忍耐你們者女 我忍耐你們者女 要到何時呢? 我忍耐你們者女 說這句話之前 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小朋友 被鬼扶的時候 耶穌都門徒 趕不出去 趕不出去 當耶穌一下山的時候 那些人就去找耶穌 說 你這些門徒都趕不出去 你有沒有辦法 這個爸爸就是很緊張的 所以就開始十九節 有說過這些事情 接著呢 第二十節的時候 他們就帶了他來 他一見了耶穌的小朋友 鬼便叫他重重的秋風 倒在地上 回來回去後中留活 耶穌問他父親說 他得者病 他得者病 是一個病 有多少日子 回答說 從小的時候 他爸爸就說 鬼屢次把他 這個叫做 他不肯咬到的 鬼屢次把他摔著 他扔在水裡 要滅他 你若能作什麽 求你煉憫我們 幫助我們 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親 立時哭著說 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耶穌看到眾人都跑上來 就斥折那鬼說 你這龍啞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女頭出來 再不要盡去 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耶穌說了什麼 耶穌說了什麼? 耶穌說了什麼? 你若能作什麽,靠你念問我,幫助我 因為這個人已經叫耶穌有一個門徒去把鬼趕出去 但是他們趕不出去 耶穌的門徒也趕不出去 他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他那时候很惨鸡 也不知道耶稣可以做什么 所以就说,你若能做什么 他不是说你若能搞定他 或者你若能够趕着鬼出去 或者你若能够医治他的生命 不是,他说,anything you can do 你可以做任何一些东西 你可以做一些东西 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去到耶稣面前 你可以做任何东西可以做 呵呵呵 真是很惨 看少耶稣 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求你怜悯我们帮助 所以其实 这个爸爸能够信 耶稣有多少 OK 这个爸爸能够信耶稣有多少 其实不多 但是不重要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这个中文翻译也是很努力的 究竟什么事 22-23 节 NIV 是这样的 OK It has often thrown him to find water But if you can do anything OK Please pity on us and help us 但其实23次耶稣的回答就是 哈? 你问 if you can say Jesu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him who believes 有个问号 他的意思不是 If you can 如果你真的可以 如果你可以相信 你就可以 把鬼幹出去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所以NIV 翻译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说 哈?你竟然问 If you can 即是你问耶稣 我可不可以做些些 If you can 你问我可不可以 你问我可不可以做些些东西 你竟然问我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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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回答他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什么都可以 for him who believes for him who believes for him who believes 在那一刻里耶稣说 谁能相信那个 其实是可以做一切的事 为什么你问 if you can 这三个字呢? 耶稣说得很清楚 但在那一刻里 谁能相信的呢? 谁能做everything 其实是耶稣自己 这个概念就是 耶稣说 你为什么问我 If you can anything 你不是那么不可以 直接一点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him who believes 他指着自己说 对于这个完全相信的人 一切都是possible 耶稣说他是相信的人 但是耶稣是这么说的 人始终都是一个概念 很有趣 如果我当时的爸爸 其实我觉得 我未必会明白 耶稣在说自己 我会以为耶稣在说我 我会以为耶稣在说我 我不够信心 我不够信心 阿婆你也来了 OK 所以因此 父亲 他就说 24 节 父亲不知道耶稣在说自己 父亲以为耶稣在说他 信不信 所以孩子的父亲 立是哭着说 有股卷着 立是流泪的 哭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他以为耶稣说 如果你信得足够的话 你是可以 凡事都能做 但耶稣听不清楚 耶稣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那个 完全能够相信的人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他信不足 他便可以求主帮助 而当他求主帮助 你就要看耶稣是否能够信得足够的人 所以当耶稣是一个能够信得足够的人 在耶稣 一样都可以相信的时候 就是凡事都能 所以25 节 耶稣看见 族人都跑上来 赤窄楼 鬼说 你这龙牙的鬼 我吩咐你 就不要再进去 那便可以赶他出去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父亲 他不承认自己信不足 他将这个信交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你不能够造成 耶稣基督自己本身 和他的信心 如果人们以为自己能够做到 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 他就不能够 告诉耶稣 我不行 我不能够做到 你能够做到 你能够代理我 我相信你 可以相信 所以 如果我们不够信心 其实也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突出耶稣的信心 我们说 我不相信 但有没有想过,耶稣信不信? 耶稣基督信不信? 当你把自己的信息 勾在耶稣基督的信息上 其实你的信息会很大 因为你在用耶稣基督的信息 你只是问基督是否相信 所以我们的信息 有当然是好 没有也好 如果没有的话,你能够提供耶稣基督的信息 所以下次再问一件事 就是我用这件事 做这件事的时候 问一下耶稣基督信不信 这件事是可以成就的 可以的话,你有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不觉地 你的信息也是很大 Go ahead and pray for it Declare make it happen 因此耶稣基督所相信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很可以相信 所以,we believe in what he believes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believe in what Jesus believes 我们就要看清楚 那,Jesus believe 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息放在上面 第一件事是很简单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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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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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的罪 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字 叫けど 叫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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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hundred and thirty 如果耶稣是不能相信你的罪是完全被赦免的时候 你猜耶稣会不会走上十字架呢? 很痛苦的事情,十字架不是说玩的 被他们这样搞一轮之后,人似人,鬼不似鬼,还要死 很辛苦的事情,如果他走上去的时候,他在心里想什么? 耶稣信,耶稣信什么?耶稣基督能相信一件事 他相信就是,他走上十字架,你的罪就得赦免 耶稣也是这样的,他走上十字架,你的罪就得赦免 这是耶稣所信的,就是因为他所信的时候,他就会走出去 如果他不能相信,他不是完全相信 别玩了,上十字架,先看一看吧 不是,他知道你的罪就得赦免 你的罪就得赦免 他相信这件事,他走上去,就成就座 今时今日的人,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所信的事 第二件事,另外一个例子 以唱亚书的语言就是,by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因他的鞭箱,我门得了这字 那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 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 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 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 有一条鞭箱,有一条鞭箱 是耶稣信不信的事 都是一条鞭箱 不要玩了 如果他不信你,一定得医治的话 他会不会有勇气去受鞭箱 因为爱的缘故 是没有办法的 我受了鞭箱 被人打到血液蒙糊 你可能有机会 可能得到医治 不要玩了 耶稣基督一定是完全相信的 为什么呢? 他当然是可以相信 他就是真理那一个 他也是额丁那一个 他知道这件事一定行 知道这件事一定行 他受了鞭箱 你就得医治了 通常你今天知道基督是相信 相信你的鞭箱 相信你的医治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不相信 因他的必伤 你得了医治 耶稣信 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所信的 所以 What Jesus Believes 在圣经里面 要不断地看 耶稣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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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信很多的东西 都是对我们很重要 以及对我们很好 很有用 很有意思 跟耶稣基督所信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信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信的 你不用你其他人信什么 但耶稣所信的 你一定要信 耶稣信你罪得赦免 你要信 你很可以信 耶稣相信 耶稣信你得了医治 你也可以信 你也很容易信 你也会有信心 所以 这个点 想告诉大家 谁信的东西 你信不信 都是其次 耶稣信的东西 你一定要信 你最好信 因为对你来说 是很重要的 OK 好了 看完耶稣基督信什么 之后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 如何去解释 如何去解释圣经 OK 如何去解释圣经 OK 鲁金峰在四章五节 就说 魔鬼又令他上了高山 杀士 杀士 天下的万国都至给他汗 对他说 这一切的权兵荣华 我都给你 因为这愿事交付我的 OK 原来是给了魔鬼 我愿意给谁 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OK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这个 耶稣 这个耶稣 回答他 神明 我们当然知道 魔鬼和耶稣 这三次试探 我说了很多次 但这个概念 我想提出 耶稣如何去解释圣经 耶稣解释圣经的方法 其实是很准确的 是很准确的 他将新约和旧约的每个字 每个字的每个位 他都会撇开 他都会用很有理由 告诉你 我来的时候是新约的 旧约的东西 完成了就是完成了 他在新约的经文 很用心 很严谨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件事 他所谓的那段经文 大家可以看串珠 大家可以知道 在新明记里 新明记里面6章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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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原本新明记的经文 就是说 你要敬畏耶和华里的神 是否他 指着他的名起誓 但耶稣解释的时候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是否他 有趣的就是在这里 新明记里面 敬畏的原文 是有惧怕 是 fear 是惧怕 你要惧怕 但在耶稣的口中里 说出来的时候 就说 你要worship 你要敬畏你的神 单要是奉他 行不行 好有趣 耶稣基督 为什么会这样 词出这段经文 其实是很准确 因为 在旧约里面 巨怕 巨怕有两个 meaning 第一 你很怕他 因为你怕他罚你 你怕他对你不好 你怕他不喜欢你 你自然有个巨怕 但是巨怕 背后 你会觉得他很厉害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你就会敬畏他 但他可能会罚你 所以你又害怕 但是你又很崇拜他 所以你会有一种 worship 的心态 以及你害怕他的心态 这两个人都在一起 就是旧约的敬畏 但问题就是 新约的时候 基督来到 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就会把那种 懲罚的面 懲罚的面 那些罪的问题 是完全解决了 是会负上了代价 对不对 所以因此 当我们的 grace 临到的时候 去洗去 就是因典临到的时候 去洗去 我们一切 负面的东西 会有机会 被上帝所punish 的东西 的时候 我们留下的 就是那种 awesomeness 和那种敬拜 那种很厉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他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他 我和他又很 close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觉得他很 close 有趣的就是 我们用中国人的心态去看 中国人的心态去看 父子也是这个概念 有时候 爸爸 可能以前以前以前 以前那些代 爸爸很凶的 很凶 妈妈是很良善的 所以你很怕爸爸 我常常会说你 会罚你 你动点 打你 以前的世代 现在不是 但是问题 所以你对爸爸 是一种 所谓的.. 敬畏的问题 你会怕他 抓你错处 打你 但问题呢 反过来 当你母亲不断的 赞你 帅子 乖子 乖子 你很担心 妈妈赞你十句 或者二十句 其实也不及得他 爸爸赞你一句 为什么 你觉得他是有 敬畏的地位 以前那些社会 所以 因此,這個概念,就像中國古代父子的關係一樣 你又怕他,但又尊敬他 但耶穌基督一來,把害怕的東西拿了之後 就得到了一種崇拜祂,但你又很肯定祂是覺得你OK的 他覺得你是很完美的 這個新約的感覺,就像夫妻的感覺 夫妻的感覺就是,你是太太 你覺得你老公是很厲害的 你覺得你老公是很厲害的 反過來,你不會覺得他是批著你錯的 因為他不斷地愛你,不斷地告訴你他愛你 他不斷地重視你 你覺得他很厲害的 我老公是很厲害的 他經常都覺得是這樣的 這種關係就是新約的心態 這就是一種,我很自豪的老公 但我又不怕他 就是新約的心態 所以其實新約是用夫妻去比喻,很完美 舊約是用主人和仆人的概念 所以因此耶穌基督如何去解釋 當耶穌基督是用了很準確的 就是一個字,敬畏中的兩個意思 如果一個字,敬畏中的兩個意思 他就把他撤出來,說過一個 當拜, worship,主你的神 單要服侍他 耶穌基督已經把那種懼怕的東西拿去 愛裡沒有懼怕,因為懼怕帶著刑罰 愛若果完全沒有懼怕 所以這是新約的心態 好,所以一個字裡 耶穌基督解經文的時候 也會將他用新約的概念 是會將他有意思地去修正 修準 不是說改了,其實是修復了 是做得理解的 是直接回覆回舊約是做得理解的 如果今天在新約裡不斷叫你去懼怕上帝 懼怕上帝 懼怕上帝的時候 你要問一句,我懼怕他是什麼 到最後你就會說 十字架來做什麼 都是說不明白的 所以耶穌基督 修正了 Bible Interpretation 的時候 其實是告訴我們 我們都要準確去看 聖經裡面新救約的東西 六九福音是第二個個案 有人把先知以創的書交給他 他就打開 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的身上 因為太陽高高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猜遣我報告 秘魯的得釋放 黑眼的得漢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月立人的欺憐 這就是耶穌基督傳道之前 有一天去聖經會堂 他們輪流會讀一卷的Torah 和一卷的Parashah Torah 即是摩西五經 Parashah 即是先知書 他們是跟著順著讀的 但剛好那一天 就可能到耶穌基督傳道 就讀他的部分 讀多少這些東西 我想他們是有規矩的 剛好耶穌基督傳道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太陽高高 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 猜遣我報告 避老的得釋放 我行得抗議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月立人的欺憐 但原文呢 原文呢 原文就是二卷亞書 六十一章一字二字 看得到的 原文是這樣的 主耶穌基督傳道 在我身上 對啦 因為耶穌基督傳道 用高高樂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哈哈哈哈 畫作傳方 給貧窮的人都可以 可能希伯來文 其實兩邊都可以看 貧窮的時候 可能是不足 也可能是個謙卑 一件事 猜欠我依好傷心的人 是不是 依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 哈哈 報告耶穌華的恩年 差不多了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治 哈哈哈哈 乾爲一起悲哀的人 原文是否 二十六 六十一章 第二節 是否讀了一半 他就停了 於是把書捲起來 交還執事就做下 會堂內的人都定睜按他 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者 經應驗在你們 二中了 OK 耶穌基督如何 解釋 Bible 他除了說 新約 完成了什麼 他會把新約的部分 拿出來 告訴你 舊約的部分 是解決了之外 第二件事 就是 他會把第一次降臨的事 說出來 第二次降臨的事 切開了 可以嗎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這就是耶穌基督第二次 再回來的事 OK 的身份 所以其實 舊約聖經裡 先知預言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耶穌基督是rightly interpreted 這個portion 就說 這一段經文 這些經文 今天這經 應驗在你們 所以因此 OK 人為何這麼混亂 在聖經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不像耶穌基督這樣 去interpret 他不是用新約的 focus 耶穌基督這兩個interpretation 的concept 都是他明白了新約的concept 之後 是以新約為準 去interpret 但是問題就是 人有分辨事 我樹的concept 很多舊約的 mentality 很多 mixture mentality 他們不能這樣分開 亦不想分開的時候 就希望拿一些 punishment curse 但是不知道這些 一係就是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已經處理了 一係就是 耶穌基督第二次回來 之後才做的事 所以 因此 我們 如何interpret Bible 誰教你 interpret Bible 也好 會不會耶穌基督 interpret Bible 的方法 我們要先看看 方法是什麼 黏著新約 黏著十字架 黏著十字架 所做過的一齊 黏著它來 這裏做什麼 OK 它就 interbrate 這樣 我們也能看到 聖經的究竟是怎樣 OK 所以 因此 下一個 slide 就是告訴大家 不用理會那些東西 就是說 Be a person whom Father enjoys to be with 上帝愛每一個人 但是 上帝愛不愛 上帝愛不愛 上帝愛不喜歡我 所以 我就打了這些 就像你撕著花飯一樣 他喜歡我 他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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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愛每一個人 但是 其實你想不想 上帝是很喜歡你 很喜歡你 除了說 愛之外 喜歡你 比爸爸有十個兒子 一個爸爸有十個兒子 所以爸爸是愛十個兒子 每個人都愛的 但是 有些兒子 他真的覺得 在一起很開心 OK 你知道 你也有一群朋友 可能 每個人都很愛他 偶心的決 但是你知道 和一些朋友在一起 真的很過人 OK 當然有些 你更多愛 你都喜歡 OK 你甚至喜歡 更多愛 所以 你想不想看看 上帝會不會 有些人 他喜歡我 有 他喜歡我 這句話 在聖經中 哪有說過呢 在歷代至上的時候 OK 歷代至上的時候 我們知道 大衛 深知到耶穫華 是喜歡他的 是很happy的 跟他在一起 而耶穫華 以色列的神 在父的全家 簡宣我 在以色列王 直到永遠 因他簡宣由大衛 首領 在大衛之派 終由簡宣我父家 在我父的眾子 喜悦我 喜悦 喜愛我 喜愛我 上帝真的喜歡我 立我作以色列 以色列的眾人的王 但主意不是 我多努力 不是我多喜歡他 不是我對他多好 反過來 他真的很喜歡我 OK 所以其實大衛是一個 上帝很喜歡的人 喜歡我 今時今日 上帝愛每一個人 但你想不想成為一個 上帝很喜歡的人 可以我們看看大衛的 概念 以及他有什麼特別的位置 會不會因為一些東西 會不會因為一些東西 上帝會特別喜歡他 或者反過來 會不會因為上帝喜歡他 他就會流露一些東西 給上帝喜歡 可以的 第一 大衛是蘇羅 在蘇羅王的日子裡 已經被 當時以色列人 遇上帝 在 蘇羅王的日子裡 但蘇羅王的日子裡 那個蘇羅王已經被敵人 被菲利士人 老了去外國邊境 但菲利士人聽不懂 但那個蘇羅王就一直流落 在一個地方裡 所以 但是蘇羅做皇帝的時候 看到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理會到這個藥櫃 沒有理會到這個藥櫃 就看到大家人繼續在那個帳篷 但是帳篷裡沒有了一個藥櫃 繼續的憲制 business as usual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國民很穩定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覺得 藥櫃是重要的 但是大衛被蘇羅追殺的日子 自己沒有家裡的時候 大衛沒有理會自己 住境和身之所 我一直在想 都在想 我什麼時候可以把藥櫃 拿回到帳篷裡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 為耶和華 找回一個居住的地方 蘇羅故自己的國家 大衛連自己都不在乎 他只是在乎念 記住 上帝的藥櫃在哪裡 這種心境是很不同的 因為他很相信上帝保護他 所以他也不在乎 自己不會有事 但是他心裡不斷掛著 人和上帝中間的同在 約櫃 他怎麽向耶和華 豈是向雅各大人者許願 說 我必不進我的帳幕 也不上我的床塔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頓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 為雅各的大人者尋得居所 我們聽見約櫃在以法他 我們在激烈耶臨就尋見了 我要盡他的居所 在他腳踏前下跛 要求你興起和 你有能力的約櫃和日安息之所 他很希望得到約櫃 放在上帝喜歡的地方 他心裡就是紀念這件事 所以你知道大衛對上帝的感情很不同 大衛小時候也是拿著琴 不斷地對著楊 其實是讚美上帝 楊當然不懂得聽 所以誰聽他的琴聲 其實就是上帝自己 他和上帝的關係 就是從小時候 很純潔地喜歡對方 所以大衛很思念上帝 上帝的懷念 反過來,大衛去之後 我們看看 大衛在大衛城 為自己建造宮殿 又為神的約櫃預備地方 之答上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當大衛做了皇帝 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回約櫃 拿回約櫃 接回約櫃 還要說約櫃請盡 放在所遇備地方 大衛所搭的帳篷 大衛面前 憲制範制平安制 很有趣的 這個概念 究竟是甚麼事呢 究竟是甚麼事 就是大衛將約櫃打回之後 他沒有將約櫃放在帳篷 至聖所裏面 而理由是 因為約櫃不想回去 在詩篇中 132章中有說 是上帝自己 或約櫃自己 是不想回去 是不想回去帳篷 他喜歡和大衛在一起 在詩篇132中 因為約櫃選了石岸的山 願意作自己的居所 即是我永遠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這裏 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約櫃自己 不肯回去那個帳篷 但是怎樣 那帳篷是由於人們繼續在那裏燒香 繼續以為上帝在裡面 但是上帝不想回去 所以他就選了石岸 從此以後 大衛也住在石岸 但是所羅門在石岸的地方 建了一個聖殿 然後索性就住在石岸 所以約櫃到最後才會 分回到聖殿 但是也是在石岸 但是在所羅門之前 約櫃和大衛兩個 就很開心很開心地 一直都在石岸上 做了些什麼呢 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 大衛就是為他 搭造了一個帳篷 所以這就是大衛所搭的帳篷 大衛所搭的帳篷 在大衛在宇宙畫面前 就牽法制和平安制 很有趣 有趣 大衛的帳篷 不像摩西的帳篷 沒有聖所 沒有自然的帳篷 沒有萬子 沒有七燈台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藥櫃 然後一個帳篷 就像我們去旅行 露營的大型 那些帳篷 就這樣 在他面前 就燒憲煩制和平安制 哇 那些人不用怕 不用經過萬子 上帝不會擊殺那些 不會啊 上帝和他們很開心 上帝可以直接和大衛 兩個很開心地 一路的日子 到什麼時候 到大衛死了 他都還在那裡 他還是不找回 摩西的帳篷 上帝 我相信那時候 他和大衛真的很開心 一直在唱歌讚美 一直在獻祭 很開心 所以 因此 在歷代史上 就是 摩西 抗野所造的耶穫華的帳篷 摩西的帳篷 還在那裡 一般人 普通人還在那邊獻祭祭 在基邊的高處 摩西帳篷還在那裡 若貴不在基邊的帳篷 其他人都是遇上獻祭的 上帝也沒有丙他們 也沒有理會他們 有他們繼續在那裡獻祭 但是 上帝和大衛 兩個都很開心 一路都還在石鞍山上 一齊 所以 因此 上帝的懷念 懷念的日子 是懷念什麼 懷念在末世的時候 上帝就說 到那天 那邊建立大衛 堵塔的帳篷 堵住其中的破口板 破口 破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 上古時一樣 即是在以後日子裡 上帝紀念的 不是紀念摩西的帳篷 不是那些又有三重 四重的人 才能夠進入到的地方 他所紀念的就是大衛的帳篷 每一個人都可以 freely 進入裡面 敬拜上帝 讚美上帝 直接跟上帝溝通 不是隔著人 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 阿摩斯語言的以後日子 我們有沒有出現 有啊 我們有些 有些教會 叫做Hillsong Church 他們只是唱歌敬拜 唱唱一下 整間教會 唱出來 接著去到另一個國家 唱唱一下 又整間教會 所以 Hillsong Church 就好像是大衛的帳篷一樣 上帝很喜歡 他不喜歡 有很多左隔 他不喜歡 有很多左隔 他喜歡跟你在一起 所以 因此 上帝掛念的是那一件事 也是新的 心態 當然 所以 當然 基督來到的時候 將聖殿的萬子 扯開了 至聖所 和人 再無左隔 基督做了一個 完全的 上帝的殿 我們也是上帝的殿 所以 接下來 就讓大家看看若白 我們看看若白 很多人 就喜歡用若白 來講話 解釋自己的痛苦 就賴上帝給他們 痛苦一種磨練 但他們絕對 都答不出 這種致死的磨練 目的是找什麼 就是 磨練你的心智 蘇迪做什麼 蘇迪做什麼 蘇迪是否可以面對 第二次的災難 真是很大吉利是 有白努力 有力地做一個 自己認為是異的人 一包問題就是 他手齊一切的規矩 他以為一切的規矩都做好 盡力都做好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異人 在行為上是很好 但對上帝的信心在哪裡 如果一個人 什麼都做得好 你對上帝 有什麼需要相信的呢 其實也不是很需要相信 因為你做好了 在患難的日子裡 不會相信上帝的拯救 為什麼 看看下面 若白被上帝 容許撒旦 弄他三次之後 他會不會相信上帝的拯救 不會 他反過來會審判上帝 覺得上帝不對 明白嗎 所以 若白的事情 就在這些事裡 暴露了他自己的問題 他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以為他自己對 所以他以為上帝不對 他就不能夠相信 或者去尋求上帝的拯救 絕對不像大衛一樣 大衛就會立即跪下 去求上帝 若白就是這樣 9章15節 我雖有意也不回答他 只要向下審判我的懇求 我若呼善他應為我 我應不信他 真聽我的聲音 他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做得對 你都這樣做得對 我怎會更相信他 我雖有意 自己的口 要定我為有罪 我雖完全 我口 必顯我為彎局 因為他知道他一開口 其實就是有罪 一開口 就好像 你會有歪理 我必被你定為有罪 我何必屠原勞苦 所以我為什麼要開口 我怎麼可以開口 去向你申訴 我若用雪水洗身 用簡潔淨我的手 你還要 你還要 扎我再坑淚 我的衣服 都鎮厭我 我本不像我事人 使我可以回答他 上帝本來不是 我那樣是一個人 所以我可以跟他辯駁 有使我們可以同聽審判 我們中間沒有聽眾的人 可以向我們兩做按授 他不能有一個中間人 去為他打授 但上帝又不像一個人 他可以直接跟他說 但在上帝旁邊 也沒有一個代表他的人 去跟他說 遠他把帳遠離我 遠他不要審判我 不要驚惶嚇我 我就說話 也不陪伯下 我卻不是那樣 如果他沒有那種權幣的帳 我就是敢跟他說 但現在我很害怕他 我是不可以這樣做 知道嗎 這八個問題 在這裏暴露了兩點 第一件事 就是他以為自己做得對 的時候 他又想不到一個理由 求上帝 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也不會去懇求上帝 說你是一個有憐憫的人 你是一個有憐憫的上帝 你可以放過我嗎 這件事 他是說不出這件事 他只是想錯了 第二件事 他知道中間是沒有一個代表他的人 只知道有一個撒旦在他旁邊 不斷告他 但是他沒有人在上帝旁邊 是為他而出聲的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 他相信自己有意 對自己清楚地審判 是不足上帝的憐憫的人 所以他也批評自己 縱使他是有意 但他是一個不值得被珍惜的人 他沒有相信上帝的慈愛和憐憫 他也不斷地提出上帝是厭憐的上帝 所以他所相信的上帝是這樣的 上帝一切的理由 都是對他自己 縱使他一起做得對 但其實他沒有見得到 他平時的日子上帝是祝福他嗎 祝福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祝福背後的心意 原來是有愛的話呢 如果他見得到愛 那種愛 那種慈愛的話 如果他不是以自己的意來援取這件事 其實他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慈慈 他更加會知道究竟是甚麼問題 問題就是 他將一切的相信都放在自己的意 和自己的行為上 在意識上 患難一到就會現形 他就會說 我為你都做了這些事情 但如果若把自己的意放下 去尋求上帝自己的慈愛 放過他的話 其實上帝不可以不放過他 但是他沒有尋求上帝的慈愛 是憐憫的 若把就是那些以自己為本的人借鏡 很明顯的 他們沒有甚麼封聖的生命 他們覺得手齊的規矩又怎樣 你可以有一個不會出軌的伴侶 但反過來 不會出軌的伴侶 不代表他會愛你 或者他會說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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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衛在這個情況下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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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立即死掉了 最重要的是 基督徒還不能做到若把呢 其實上帝沒有出軌 概念就是,我们中间没有听众的人,可以向我们做安寿 这个原文就是,中间没有那个服务 若百个人没有这个人,我们全部都有 上帝成为人类,甚至不需要我们开后,他已经完全经历了我们的无助 为我们的罪,完全负上代价之后,复活之后再站在那个位置,结正在那个位置 你叫撒但,不能再在那里控告 他甚至站在旁边,坐在上帝旁边的时候,做一个公义代表的证实 我们有这个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支持我们 都不用我们出声,因为他的present 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眼中是被折立的 是没有理由可以这样降灾给我们 我们是有一个中保 希伯罗书里面说 何方基督直接永远的灵,将自己无下无痴的献给神 他的血起不是更洗淨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吗? 使你们是逢永生神吗? 为此他在你身弱的中保,既然受死属了人在前弱之时所犯的罪 便叫蒙照的人所得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所以若白说没有的东西,我们是有的 那我们还怎么可以做若白呢?我们是做不到的 可以吗? 所以若白的概念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中保 就是这样 无论你做得多好,像若白那样的时候 你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上帝所做的一切 因为你中间就没有了中保 但问题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做不到若白 所以若白是用来证实一个人 尽力做到最好,却都还没有中保的时候 若白一样可以这样控告你 你一样可以这样赖,你一样都是没有计算的 明白吗? 他所愿,若白所愿的是我们一定有 我们做不到若白 第二件事,就是看传道书 很多人会用传道书来说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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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所以我们先看看传道书的作者究竟是谁 每个人都说是所罗蒙王的后期 我们先看看所罗蒙王的一生 所罗蒙王年轻的时候,尋够上帝 上帝给了一个智慧 除了智慧本身的时候,还有两个智慧 智慧有两只手 呼龟和长手 这往基的时候呢 当他尋够智慧的时候 上帝就应用他 我给你聪明智慧 甚至以前也没有你,以后也没有你 前无古人后无来 你所没有求的,我都此即给你 就是富足和尊荣,使你再世得以长寿 联王忠媒有一个给你的 有智慧,有富贵和长寿 所以富贵就在十三节里面 你若效法律父真大胃,将同我的一道 短生我的律例界命,我必是你长寿 所以十四节就有长寿 主意就是这样 富贵是没有条件给你的 但是长寿是有一个条件的 当grace mixed with law 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你若效法律父亲大会 遵行我的读 短生我的律例界命,我必是你长寿 懂不懂 浸然就是所罗门寫 智慧,他拥有的什么 他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重要的是右手 右手就代表favor side grace 那边,左手就是富贵 但是右手有条件 所以,所罗门有没有得到长寿 没有,可惜长寿大有条件 如果你有留意圣经 每一处右手都是被重视的 最近,我们看看所罗门多少岁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作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那时他和大卫一起做王 所以四十年的时候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帅 作众人他父亲大卫,成雷,世子 他耶子,波罗安 接族他作王 所以他的生命只有五十至六十岁 因为他大概十多岁 就和大卫一起做王 最多十多岁 所以我们知道 只有六十岁 八二岁,八五岁的人 就知道他没有得到长寿 他得到富足 这个很肯定 因为他知道所罗门王朝是很厉害的 他在后期跟随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在后期跟随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在后期跟随自己的妻子 因为他娶了三千多个妻子 好多好多的妻子 还有很多好多情人 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因为他的外邦女子 得到财富 但问题是,那些女子会令他叛叩 他在拜偶像 他在拜偶像的时候 就不像大卫那样做 大卫亦是做错的事 大卫杀过一个人 杀过一个人 大卫做杀人的罪 他做拜偶像的罪 但问题就是 大卫和上帝的关系 令大卫立即悔改回上帝的身边 上帝也会罚了他 但也罚了他 但问题就是 如果一个 好像 所罗门王 他跟妻子的关系 是比他和上帝的关系来得近的时候 他很难放弃 这三千多个妻子 和上帝一起的关系 所以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一直和上帝有个心爱的关系 这些细节 所以上帝 效法理父亲大卫的时候 其实 不是你做些什么 其实是 你最好维持 相对 和大卫的关系 但其实也不能怪 所罗门 是大卫自己说错 职皇记上的时候 大卫临死之前 就跟所罗门说 就是在这里说错 我已在此 走世人必走你老直 我就死了 所以你当 刚强作大仲夫 遵守你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 照尽摩西律法 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谨授摩西律法 戒名典章法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拘换学著 尽都亨通 死不死了 大卫真是 二章三章 就害了所罗门 他叫他 守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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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at 你所做的都会亨通 是一种trading 但是大卫自己是不是这样 大卫是否守律法 戒名典章法 是的话 其实 所罗门就正正是他 杀了别人 大卫当天 杀了他手下 就为了 这个手下的老婆 看到别人冲浪 就冤枉了他 就冤枉了他做老婆 之后 知道 他的丈夫 在外面 沙场未战死 在外面更险的地方 等他战死 到他真的战死了 接着就被上帝罚到他跳舞 之后 他和这个妇人生了个儿子 的时候 上帝也整死了 上帝原谅了他之后 他再生了第二个儿子 就是 所罗门 所罗门的出生 本身 都已经是一个 被赦免过的 的儿子 所以 你叫他说 律法戒命 章典法道 这件事 其实 这件事 都很大 第二个儿子 最重要的是 大卫小的时候 和上帝是如何建立的 他就是用他的琴 弹 弹歌 在羊身边 我相信他不是弹歌 给羊听 他就是弹歌 给上帝听 在很小的时候 和上帝建立了 一种爱情的关系 但他没有这样教了所罗门 他教了所罗门 就是进行这一道 进行这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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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一道 杀了很多羊 和上帝做这一道 求上帝被智慧 然后 每次都是 跟上帝在交易 所以他和上帝的关系 是建立不到 建立不到 好像大卫那么好 所以 因此 当他和妻子 建立的关系太好 和上帝的关系不太好 走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 很难放弃妻子 回到上帝身边 关系的问题 以及 律法界命 典章的价值 我不是说这些是不好的 但是这些不是 主要重要的事情 行不行 所以 因此 所罗门走错了一路 几次和大卫很有关 就是走上一条 刚刚错错了一路 所以 因此 他没有 长寿 他在年纪大的时候 就写了这本 叫传道书 所以 问题就是 传道书的概念是什么 有智慧看透一切 亦都可以看透自己 坐在哪里 后期 他有很多概探 在传道书中寫出来 虚空虚空虚空 他觉得 很多事情 做得尽力 看见一切事情 都是 没什么意思 但在传道书中 所罗门的心态 亦都表露了出来 就是 所罗门 在传道书中 第一章第一节 以及最后那章 最后那几节 就在这里看到 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 所罗门的脑袋 大坏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概念就是 所罗门的脑袋 年纪大了之后 都是想起 他父亲和他说的什么 他都是以他父亲的想法 来表示他自己 他不是说我是所罗门 他说我是大坏的儿子 他只顾着他父亲 到最后那一句 他脑袋里面 都是在想起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 总以就是要敬畏神 忍受他的界明 即是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作的事 在一切隐藏 无论是事 我神都必审问 都是以律法审 都是以审问 而这一句 也是大为教他 的东西 的总结 OK 传道书是这样 开始和终结的时候 你知道 传道书这个作者 所罗门来多大的时候 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如何 正正是一个没有什么 上帝在里面 和他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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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的虚空 不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永恒的永恒 永恒的永恒 万事都是永恒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一切都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全阳耶稣基督福音 我们敬拜的每一首歌 全部都是很有意思 怎会虚空 但是基督徒喜欢冷心我的时候 就好像很虚空 我告诉你 纵使在旧约的时候 大卫也不会这么虚空 都是和上帝很开心 在一起 上帝也很喜欢他 人去了 上帝也还在纪念他 有多虚空 所罗门也真的虚空我 因为他和上帝的关系 已经脱离了 传道书就这样写出来 一个有智慧的人 经历过上帝的一切 他和上帝脱离了关系 这样你就真是虚空了 因为你有了一切 却又没有了一个永恆 我不是说他没有永生 我觉得他和上帝年纪大了之后 他和上帝的关系脱离了 不接近的时候 他做很多事情都觉得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传道书 是很有智慧 这个智慧正是人没有上帝的智慧 他和上帝没有关系 不能有一个很交流的关系 今时今日如果有些人 是说 信了就上天堂就算了 全停了 这些人都是一样 他和上帝是有一个关系 信了就上天堂的关系 但问题就是 不代表他这一生人 所做的一切事情 会和上帝 如何在一起 如何交流 如何变得有意思 所以这里就讲了 传道书和约伯的这两本书 我们看的时候要小心 大卫生命是精彩的 他不会像约伯 他也不会像索罗默 更何况是我们伸约的生命 因此 这里就讲到这两本书 好 今晚我和大家分享的是 智慧的一个 智慧的分享 什么是智慧 在智慧里面 这个很简单的介紹 在采议里面 就说智慧有四样东西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意知识为美 谋略必违回你 聪明必保守你 好有趣的 三样东西 四样东西 就是智慧、知识、聪明和谋略 智慧呢 就是 智慧就是一种 一种的明 你可以不明白的 你可以说是 你可以说是一种的启示 从无到有的那种东西 你可以说 想到相对论 in the beginning 人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 幻想得到相对论的概念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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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上的那种很厉害的智慧 大智慧 智慧就是你懂不懂 智慧 聪明就是理解力 分析力 你懂得理解 你很厉害的IQ 那些题目可以解得到 你解得到 分析得到 这就是聪明 谋略 第四点 就是 你有没有Wheels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Wheels 比如说 我 我约你去 不是 比如说 有人约你去餐厅 吃饭的时候 他突然间 会 懂得玩魔术的 会哄你开心的 那他就有谋略去透露 哄你开心 所以这就是谋略 一种Wheels 一种方法来的 里面 在里面有一个 是整个世界都有的 就是谋略 谋略 你见得到 二章六字里面 耶和华痴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口出 谋略就没有说到 谋略根本在这个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 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 每个人都有 但问题 智慧 就是耶和华所赐 智慧 智慧和聪明 是耶和华口里面出 上帝说一句话 就会有 智慧 和聪明 而智慧 不是一些 智慧是一个灵 智慧是一个灵 它临到你就会有智慧 你一日就有 一日就没有 上帝比 我们稍后就会说 智慧的概念 是 和圣灵 是可以挂钩的 OK 聪明 所以聪明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这个 约拿书里面有解释 解释出来 就比如说 一种要解释 上帝如何令到 约拿去领悟 去明白 这个就是一种 聪明 一种能够明白 和领悟 就是聪明 所以就是 做了一棵植物 令到约拿 觉得可惜 所以 上帝安排了一条 蟲 咬了这个植物 约拿就觉得可惜 他觉得可惜 上帝就跟他说 你为了一棵植物 都觉得可惜 何况这个城里面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叫我去灭掉他呢 所以他明白 令到他明白 聪明就是 明白 所以其实上帝的说话 上帝对 约拿的说话里面 是充满了 是充满了知识和聪明 知道吗 知道吗 所以 因此 智慧究竟在哪里 我发觉 我看到 路的两个方向 这个概念 就是 我发觉 以前的教科书也好 或者 一些 寫Programming的书也好 我发觉 我都看一明白了 一个概念的时候 有两边可以走 一边走去 如何应用 我平时都会走那条路 所以 我一进去的时候 就像一条路的中间 我就会向应用那边 看看 如何運用呢 Nutton Second Law 如何運用呢 读Physics 的时候 我会说 这个东西 可以如何应用呢 我发觉 力点、支点 叉和匙羹 都可以用来 咬爆牛扒 那些东西 如何应用呢 不断地向那边想 但问题 就是 有一天 我发觉 上帝 让我明白了 一个概念之后 上帝将我 不断地放在这个位置 就像我走到右边 他就把我放在这里 走到右边 他就放在这里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呢 会不会是上帝 你想我走到右边 另一边 就是 不是应用层面 那边去 就是 那边的层面 走 那边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问题就是 上帝 既然你想我放在那边 我就向那边走 不断走 当我不断走的时候 我就从他发现 那个概念 比如说 Nutton Second Law 就去找到他的理念 去找到他的理念 去找到他的源头 为什么你会遇见这件事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然后再走 就会再走 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 他所信的信念是什么 思维是什么 再走的时候 走到他 咦 我知道你的哲学是什么 我发现 当我一路走的时候 我就知道 原来你是这样想到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一个要背重的方法 对我来说 就变成一种 common sense 所以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向那边走 所以 所谓的 programming 你走过两条路的时候 你发现四五个人所发明的东西 概念的源头 都是一样的时候 其实 你新的技术 拿出来 一看的时候 我都知道 你大概想得到 都是这几样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就来得很容易 所以去那边走的时候 你发现 你会找得到 他人的心灵 你会找到 他的智慧在哪里 行不行 所以 究竟 我遇到 遇到智慧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事 这就是我最后一个slide 在后面的 我暂时就不会讲 因为在另外一个视频里 讲了 概念就是说 我有了这种习惯之后 有一天 终于被我碰到 罗马书 有一天 终于被我碰到 罗马书 罗马书的故事 当我一看到罗马书的时候 我便跟着我的习惯 我便召转走 我不是说罗马书 知道了之后 读了之后 我怎样去应用 罗马书 当然应用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的习惯 已经是召转走 召转走 召转走的时候 我发觉 罗马书的背后 当我看完的时候 我归纳 保罗的概念 为什么他会这样想 他想的源头在哪里 他经历的是什么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所遇见的耶稣 他所遇见的耶稣 是什么 再不断不断走的时候 我开始明白 保罗的心灵 当我向保罗心灵 再向后一推 我才发觉 我开始看到 叫保罗写罗马书背后的灵 就是圣灵 可以吗 就让我找到他 所以我遇见到他 我见到他 就是智慧 所以这里面 就是technology 和另外一个视频 所以这里就买了一个关子 给大家知道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除了应用我那边 看东西的时候 我会找到什么 但反过来 在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他的源头的时候 我们会找到他背后的 心态和上帝的灵 如何感动他 甚至找到上帝的灵 在圣经里面 是找到他自己 所以 其实不断地去多看 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你会见到 比你去应用层面 看的东西 来得多很多 所以 这个就是 跟大家提示一下 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你觉得这么感动 因为你见到 他对你祝福 你见到他祝福之后 你再看的时候 你见到他祝福你背后的心意 你问为什么 你会见到 十字架上 已经为你付出代价 再背后 你会见到上帝的灵 不断地向那边走 你会见到 上帝的灵 很容易发现 所以今晚的分享 已经到这里了 到10点14分 我想也不会太多